第七百零二章 残武大荒无精 大荒无精乃是我当年亲自所创 死功修成运转间万里之内进成荒无赤地 那万里生机近聚一身立可遂天 碑面之上人影颤动 那道古老的声音也是悠悠地传出 隐隐间声音之中蕴含着一丝得意之色 显然这道碑灵对于这部他所自创的武学相当的满意 另外你似乎修炼过大荒王的那小子所一流的武学 虽说只是零武学的范畴 但若是将他大荒无精修炼成功 相辅相成下 那等武学之力也会成倍暴涨 听得此话林洞愣了一下 玄机眼中有着一抹惊喜之色浮现出来 这个收获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看来那位所谓的大荒王 当年与这碑灵应该是有着一些不菲的交集 林洞抬头望着其周身缓缓寻浮的四个古老字体 他能够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庞大与晦涩的信息 这等武学恐怕已是超越了零武学 达到了那更为莫测的天武学范畴 而所谓天武学一是能够化为天地之力为己用 例如这大荒无精便是化大地为荒无 抽条生机之力 那等威力难以估量 即便是实力强迷自己的对手 也是能够战而胜之 这种层次的武学 就算是放在东旋域的这些超级宗派之中 都足以算得上是振派武学 按照林顿的预料 他所修炼的诸多武学中 恐怕也就从那清智那里获得的清天化龙诀 达到了天武学的程度 当然眼下若是将大荒无精修炼成功的话 则又是加上一种 而据说在那天武学之后 依旧是有着更为强大的武学 只不过那等武学 已是真正的具备了鬼神莫测 回天灭地之力 寻常强者 甚至连一些超级宗派 都是无法触及 大荒无精 真谛在于荒无而自 你先前破局 对于荒无却是领悟颇深 诗悲之上 悲灵淡淡的道 荒无虽说光亮 但却并未剥夺万物生计 天地万物循环轮转 荒无只是暗欲生机 待得轮回到来时 春满大地 林栋极为认真的 将悲灵的每一个字 都是收入脑中 片刻后方才轻声说道 多谢前辈指点 这些道理想来你已明白 倒是算不上什么指点 日后能将大荒无精修炼到什么地步 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悲灵道 是 文言林栋恭敬地冲着石碑弯身形的一个礼 然后这才盘坐而下 深吸一口气 压一下心中那涌动的激动 接着他的面庞也是逐渐地凝定下来 而随着林栋心神凝聚 那盘旋在其周身的四个古老大字 顿时呼啸而下 旋即在接触到林栋天灵盖时 直接是没入了进去 四个古老大字钻进脑海 林栋的身体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一股弥漫着古老与晦涩的浩瀚信息 在其脑海之中呼啸而开 那等浩瀚程度 即便是他现在的能力 都是感觉到头痛欲裂 甚至连其脸庞上都是掠过一抹痛苦之色 低哼声泛着痛楚 从林栋鸿梦间传出 神迹他狠狠地咬牙 强行压抑住那种剧痛 然后运转全部心神 开始接收着那脑海之中浩瀚如海般的晦涩信息 大荒无精这等层次的武学 即便如今已经获得了 但想要将其修炼成功 依旧并非是什么简单的事 不过林栋倒是丝毫不拒 最难的一关都是闯了过去 鸭子也已经到嘴了 难道还会让它给飞了不上 安静而黑暗的空间中 林栋静静盘坐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从其体内散发而出的 古黄光芒逐渐地变得浓郁 而在那种光芒的照耀下 他所盘坐之地的碎石 竟也是在悄然间碎裂 石碑之上 碑灵注视着林栋的一举一动 半晌后 有着低沉而古老的声音 缓缓响起 希望这一次悬中的人 不会出错了 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而就在碑灵声音落下时 其碑坐处的黑纹 竟又是有着蠕动的迹象 隐隐间 似乎是有着尖锐的刺耳笑声传出 大荒无碑 这么多年了 你竟然还不放弃 现在你又想把希望 夹在这个小子身上不成 这是那未知生物第一次出生 但那声音之中 却是充斥着无法形容的 冰凉与邪恶 犹如那从无尽罪恶之地 爬出来的恶魔一般 你倒也是高兴得太早了一些 他身怀吞噬祖福 是最有机会获得更多祖福的人 只要他能够带回两枚祖福 我便是能够将你彻底抹除 碑灵淡淡一笑 道 嘿嘿 你以为谁都是你那主人吗 不过就算是强如你主 最终也是陨落 这天地 谁能阻我们 那我们便看着吧 碑灵苍老的声音之中 没有因为那话又丝毫的波动 轻轻一笑 碑面之上光滑再度涌动 直接是将那尽数弥漫出来的黑纹 尽数的镇压回碑座 在将那黑纹再度镇压之后 碑灵看向那盘坐在前方 纹丝不动的青年 略做沉寂 突然一道光滑掠出 将灵动的身体笼罩而进 而后 这道骨黄色的光滑 开始一丝丝的 对着灵动体内渗透而去 而在那光滑渗透下 灵动的身体表面 竟是有着一丝 极淡的荒芜气息 盘旋着浮现 在这丝极淡的荒芜气息下 灵动脸庞上的痛苦之色 也是挑然的减弱 最终彻底的散去 林董 我能够帮你的 也就这么多了 希望你能够完成 我们之间的交易 否则这天地万物 终将会死去 时间悄然的流逝 眨眼间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半个月的时间 到宗旨内 却是相当的沸腾 而那沸腾的源头 自然便是 大红无碑前的异动 那里原本被认为 即将失败的年轻身影 如今却是被大红无碑 所释放而是的光芒 牢牢包裹着 眼眼间 有着一股极强的抗力散发出来 令得连陈真他们这些店主 都是无法靠近 加上这半月 林董在大红无碑之前 已经静坐了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来 荒店这片区域 无疑是成为了 道宗最为热闹的地方 而且不仅四店店主 都是一直待在这里 其间甚至连一些 闭关修炼的长老 都是露了面 由此可见 此事所造成的震动 在那天空的一处 原本因为 参悟大黄无精 失败的蒋号 庞统四人 早已是苏醒过来 这些时间 他们一直守在此处 望着石碑之前的 那道销售的身影 目光相当复杂 谁都无法想象 加入黄殿 时间最短的林董 就是成为了百年之后 黄殿之中 第一个将大黄无碑 参悟成功的人 如果说之前 林董所做出的那些成绩 会让得一些人 暗中说成是小打小闹 但此次过后 那些声音 必将会彻底的烟灭而去 大黄无精 自从当年那位 在岛宗 宛如传奇般的天才之后 一是百年没有人 能够再度的将其参悟 而如今这个记录 终于是被打破 而这个打破纪录的人 不过只是一个 接入道宗 闪害不到一年时间的 年轻弟子 所有的黄殿弟子 这段时间 在面对着其余三殿时 脸庞之上的笑容 也是再度恢复了 很久未曾有过的自信 而面对着他们这种自信 就算是天殿的弟子 也是无法再展现出 什么优越感 因为他们都很明白 一旦那个 净足在十杯之前的青年 成功参悟大黄无精时 那么这一届的电视 或许就真的有些精彩了 虽说众人也都知道 林栋的实力 与硬笑笑 杀用一些杀剧 但大黄无精的威名 足以弥补这些 此次电视 怕将会是 有一番棱争虎斗了 这家伙 竟然还真有成功的迹象啊 在天空一处 映映望着十杯前的 那道身影 然后唇角一瞥 道 在知道了林栋 似乎并不会失败后 少女前些时间 所展现出来的心善 似乎又被她 给安耐了下去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她听见了一些 周围有关电视的 窃窃私语 而在这种局面上 她显然得站在 自己姐姐这边 以前这时候 见到她要失败 不是还挺难受的吗 现在这话 专门说给我听呢 哪有 林栋那家伙 就算参悟了 大黄无精 也肯定不是 姐姐的对手 硬欢欢 赶紧表明立场 那可不一定 然而对于此话 硬笑笑 却是微微摇头 她的毛子 凝视着 十杯之前的身影 毛子身处 竟是有着一丝 极为罕见的 灼热之意 涌动出来 我倒也是很想试试 大黄无精 究竟有着多么的厉害呢 一旁的硬欢欢 见到硬笑笑这模样 顿时偷偷吐了下舌头 看这样子 后者似乎开始 将林栋视为对手了 当然 这之中 似乎也并不发一些 好强之心 毕竟当初 硬笑笑 在参悟大黄无精时 也是落得 惨败而回的下场啊 要有分晓了 而就在硬欢欢 刚准备说着什么时 硬笑笑 眼神突然一凝 缓缓地道 听得此话 硬欢欢也是微精 旋即急忙抬头 果然是见到 那大黄无微致上的光芒 竟也是开始 逐渐地减弱 而那被笼罩在 光柱之中的 消瘦的身影 也是再度地出现在了 在场的所有人 紧张的注视之下 所有人都是紧紧地 盯着纳到身影 脸庞上满是紧张之色 他们很想知道 林栋这两个月的哭作 究竟是成功 还是失败